公元1283年1月9日,南宋末年的丞相文天祥被元氏祖忽必烈下令处决,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收尸时,在他的衣服中发现了他临死时的绝笔书。 文天祥宁死不祥,凯然赴死,也成为后世忠义典范,很多文人无不赞叹文天祥的忠烈以其为榜样。 但实际上,文天祥在当时也曾有过求生的欲望,毕竟他被俘后被忽必烈囚禁长达将近四年,这期间忽必烈多次派人劝降他,其实他在后期也动摇过是否向元朝投降,他曾向忽必烈提出一个条件。 可以为元朝效力并出谋划策,为何如此爱惜文天祥才能的忽必烈还是将他处决了? 在《过灵丁阳》一诗中,可以看出文天祥被俘后是抱着宁死不祥的心态,而张鸿范看了文天祥所写的《过灵丁阳》之后就明白他的心态了。